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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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近刚好高雄亚太城市会议 他们这些议程的写定 屏东的粮水重点 值得跟亚太城市分享 所以就邀请我们去认谈 去发表 那我们最近因为了解到说 阳水重点跟气候变轻要淹水是有关系的 我们要再生能源 要怎么样把有性的资源不要浪贵 所以我们有再生能源的整合 那我们提案到IBM去竞争 结果我们让它获选 所以他有六位专家马上已经来做评估了 那么三天前 这个IBM的台湾区域总经理 已经正式邀请说 明年多月份 世界的智慧城市长也要我们去 为台湾弄个板面弄个摊位了 他说我们在智慧城市方面一点都可以向世界 让大家去讨论 我说我们拿得出去吗 他说拿不出去我们IBM就丢了 所以一个地方 如果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了解 我们努力 那这样其实就看得到 大家都说地球只有一个 那我们屏东也只有一个 我们越珍惜自己的屏东 等于我们再珍惜这个地球 像以前大家印象很深刻的大峡谷 我要跟大家一块分享 大峡谷在一、两年内就没有了 因为我们跟郭尔参与第七河参举的努力 现在就开始回田了 那因为是在利用最近杀石没有驾位的时候 如果不赶快回田 不赶快回归一个管理的话 那以后可能没有机会 像八八水在我们之前教授的家乡高树 有一个提法就是旧调提法 那从清朝 从岛龙溪下来 是每两年三年患难一次 所以冲毁的地方一向都是国有地 可是 这个我们老百姓 为了要争一口饭吃 所以在国有地上就在那边耕种 不得不国有参举就要租给他 可是冲毁的话 八八水在那好几年就冲毁 地也流失了 现在我们提法做起来之后 我们就要应用历史的记录 我们就不要再租给老百姓了 然后我们就要有一些菩萨 就寄给老百姓 大家都接受了 所以不会发生下大土事件那样的事业发生 三十公顷 我们拿下来之后干什么 我们要作为高瓶溪流逸的生态工人 高瓶溪SARS 像是患难之后很多的生态破坏 我们利用那个地方 把左口溪的生态引进来 占这些疑地类的传习机会 那这就是在地之史 你如果不去长眼地看到我们土地的历史的话 你没办法做这样子的判断 那这都是我们长期以来 社税大学的背后的核心精神 所以我很高兴能够在这里 跟大家一块来分享 过去社税大学的精神所累积的东西 我们也一步一步努力在实践 像我们跟黄鼎的教授在关心万能心 那他就在旁边 现在大家可以去 我们不知道错位了 我刚刚从那边来看一下 有两位在那边钓的 过去他乙不敢吃 现在不敢吃 那是低度不染 不是高度不染 那更可贵的是 我们这些水整治 不是为了屏东市干净的核油 更重要的是 下游 农田水地会 黄会长都用一用这样的水 去灌溉 大家不要再冲起地下水 你看看这个资源 少用电 少冲地下水 我们一起速度 那这样的一个知识 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众人 从很多的在地的农民 告诉我 以前的水域是这样走的 以前从哪里这样走的 农田水域会的知识 告诉我们是要这样子走的 那我们团队就一起租了很多台南土地 把他自然进化 所以这样的成果 我们就感到很高兴 因为有定方学的基础 我们就会有一些成果 所以不要小看我们 研究 譬如东学有什么好研究的 我们的努力成果 将来会让其他的国家看得到 所以我们大家更加有信心 我们一块努力 好 谢谢 谢谢 我们在做这种 这个流域的时候 绝对不是一般说 我们重视工程 我当时林老师一直当时 一定说 反对在加码之类的 事实上我刚才是做到礼拜 而且我们每一条流域的治水 我们都认为说 这个都是典范 因为我们根据地理环境来的 所以我们这里已经是十三条水系 大概是 都是比较重要性的水系 但是要轮到区域排水的时候 我们没有后续的经费 所以我们会感到很不平的道理在这个地方 我们人万地都在过行 用它撤掉了 那些质尚客就说客行 水系从日记时代就开始做帝鸿 所以那些质尚客 还没有做帝鸿是 我们在那里见着 质尚客做料理 钢架的 台塘的 我们的水往哪里跑 水有记忆的 像那么大的雨 它水还是会冲过去呢 那我们在这样的治理之下 我们大概又是四分七八 但是我们事实上是成果非常大 所以平庸的治水 大概我们大概到一一七五被迁 原谅我们的地层下陷 我们区域排就不到十分的洪水频率 现在十亿量都超过了 所以我们用地质的特性 才上中下陷的前面思考 我们事实上 这个是我们去日本考察 所得到的 我们早已经在英明了 所以在山上这地方 已经再生明都出现了 现在我们各自多人写是前明造明 又鼓励造明 现在二十年之后 可以砍再重 就是砍大树 重小树 这个政策 你看看多么残暴的政策 那我们就开始 在这山里 凡是全民造的地方 我们就想 拜托你不要砍 你砍完之后一公勤卖两万一块 太可惜了 我们就编了一算 这个一算不是中央一算 是现的一算 我们大概可以砍六万到十万块 那这样子保住多少呢 我们已经保住三百六十公顷 本来我们是想说 我们先做这个事情 让中央的水宝局跟陵务局 等于是抛砖银翼 陵务局跟水宝局都很好 后来它也没有一算 这样的事情我们已经在做了 所以我们的治水 事实上是根据这样子的条件在做的 是我们有一些养故就是在花木 花木来种这些木类 事实上生女不是可以更新 只不过是有这种失眠的患难 德索比卡公 花你这二十年到晚 那就让我砍吧 哇 这个就是两万块 尾功据两万块 所以我们一直非常不平衡 到后来我们不得不自己保留 我们保留三百二十公司 我们还会继续再把它保留 好 那这些散落在全限队的地方 中游的地方 我们就想办法要这样吃水越多 沿海地区的沿水价里才会减轻 上游我们要保住 中游我们要吃水 所以我们要退更返河的计划 就是我们大潮州人工服务 陈伟杰工服务是一点都不公平 但是大家习惯了 那我还是希望台塘的土地 已经种了很多平地造型的地方 我们希望把它变成潮波蓄河 一方面补住地下水 一方面如果下大雨的话 它在这地方可能把水给流住了 那我们一直在开辟的自宏池 我们相信前台湾的自宏池最多 还是我们在屏东 又对客家温暗区 我们旁边就有一个十公顷的自宏池 对面有个林柔湿地 现在还有一个大统农场的十公顷正在谈 所以我们到处都是在为107的变形之下 长治吞台这个地方 本来这些都是台塘的土地 这个都是没有做提防的时候 它是撇拨多了 因为后面很大 因为它有拖宽 竹亭 还有批借渣门 这个都会做 可是大家都看到我们只在做渣门 那现在我就把大午山 这个是南大午山下来的 叫莱瑟西 北大午山下来的设计 到这里 冲击平年 有时候它是跑这边 有时候跑这里 跑这里 跑这里 那过去 我们现在在这里要做一个 如果西流是这边跑 如果大红的时候 到这边的真宫图栏 就是分红 那我们这样做 并不是随随随便便是这样做 这个是治理时代 在乌富中立体里面的日本的校长 内部国小校长 他就把当时的校长 那这个就是武和西 这个武帝名就是奔迪欧 这个水有时候往万能这个方向 有时候往潮桌这个方向 这边就是潮桌断层 那这个地方就是水可以在这里续之后 它就渗透了 所以一个地方就是奔迪欧 也就像是奔迪欧 最容易是老切结地道的 所以我们是这样子 好 那这个地方就是说明 这个明明西治水的时候 他就把这个提杭造了之后 这个地铁波 对于台塘地 那么这个地方本来还可以流了很多水 那么明国五六十年左右 台塘又把它变成为新华农场 又一千多公顷 所以一直把水限缩 所以我先說 我想辦法就要打開 想辦法 我們在這裡的理工府 就是希望如果到水裡面來 到各個寒水層 讓地下水更加乾淨 地下水更加豐富 這個是我們理工府的工程 馬上都在很順利進行 效益一直將來幾年後 地下水位能夠上升到雨的工程以上 分寒達到這樣效果 好 我們是希望 台塘靈異的造影 不會到影視 影域都在頭裡 你如果能夠把周圍的台塘雨稍微高 高了30公分 等於下300公里的雨量 那這個水留在這裡 它不會把它留到下面去 所以我們是希望 這是人工府 這個是水系 過去剛才陳毅教授所呈現的水系 好 那我們已經是一直要努力來廣闢吃水的師弟 那這個就是愛遼西藏的整治之前 愛遼庭坊從這裡攔阻之後 恩兒水系就變劫斷了 所以我們就到處在這裡要做 現在還有一個石工型要怎麼做 所以說希望它留下 留下一些水來 好 讓我看看 這個一個時間不多 那我要特別提到東港西的整治 那就是當時我們民間團體 東港西保育協會一直在呼籲 說河川的治理不要結婉起植 而且盡可能有比較生態性的崩化 那麼東港西是適合生態性的崩化 為什麼 因為它是平年河川 它的衝擊點比較少 所以東港西保育協會提出來的時候 這個地契河川其實堅納 那在座的圖盧智雄校長 它也是東港西保育協會的前理事長 還有蔡孫泰也都是我們民民民民民 那現在從潮州大橋這裡 彈線來看看我們這個堤坊 你看在地區多寬 這樣就是大雨的時候都蓄在這地方 所以這個堤坊很漂亮 那當時東港西因為水路非常窄 所以為什麼八年八百億 要把這些私有土地 你河川治理也要徵收啊 你沒有徵收就尊重私有錢的這個獻王 你沒有這個徵收怎麼樣治水 所以大家都複裂到這個層面 像東南西很漂亮 下游部分我們就要排水、抽水 都要合力使用 不能夠受完全 所以我們大鵬灣的這個開花 裡頭就有大鵬灣走岸濕地 右岸濕地 那現在我們的防水 早上在東港湧邊鄉面都有設置 那麼當然還有地下水的管制區 地下水管制區我要替代這件事情 我們屏東縣一直希望能夠把管制地下水 可是中央的農業單位 它受到農民的壓力 一方面它本身對於排水 這個灌水的系統沒有明確的方法 它對於我們有一些管制 它一直是推 所以這是你們屏東縣政府 自己擔心把揮 價值化復推沒有一個整體觀念 我覺得非常不好 所以我想你設施大學 可以在這個地方來琢磨 我覺得我們在這裡 它把它當作我們好像是 被融會選舉當中彼此互相 擠發抽地下屬的事情 我們的處置好像是為了某個派系 事實上我們有一個高度 你要從融會理事 你應該率先要表率 不能動不動你就在這裡挖個幾個在那裡 當然普遍性很多 但對於理見事 你應該以私作折 可是融委會 基於自身對於融民的灌溉 還沒有達到的系統所上 這個地方它是不敢捉摸 這個地方是為了 好了 加點地區我們就來改善 這個生產區 好 那麼林邊排水蓋線 過去你看這個地方 這個就是不政府狀態 因為它是私有足跡 你要起地才能起地 所以就是808白天 我們剛剛徵收了土地之後 那我們就把這個水管排在 不影響排水 所以這個地方 好 那這個就是林邊鐵路 林邊鐵路往這邊走 過去因為是太低了 所以八八水災的時候 這個漂洋人物就把它攔阻了 所以變成了潰堤 這個錢也是從808白天的當中來的 所以大家對於808白天 用在什麼地方 不徹底了解 我想信口開會不好 所以地方政府因為很清楚 很了解 我們用在什麼地方 我們用的也沒有效果 這個可說公平的 好了 那麼因為因應氣候變遷 這個八八水災的時候 我們就提出一個政策 就是陽水中天的政策 那麼現在讓它轉型 那麼這個地方在高架 高架的地方 因為可以細紅 所以有時間排 有時間抽 所以在這兩次的颱風 我們很高興就是能夠減低壓力 這樣就變成我們的細紅池 這個跟它生態兩次 我們在嘗試生態兩次 所以產業轉型我們在這地方 那這地方我們運成一個 陽水中天的那個細紅池 所以明星淹水淹果 不在淹 我們希望SNG車以後不要到平東南 好 謝謝